新封王的第一批封盖子出房之后 封量明显增加 当你提起小隔板 隔板外面挂着很多休闲封的时候 我们就要及时给封群加槽储 加槽储的方法有好多种 今天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加在小隔板里面 分槽外面 也就是加在最边上这一张 加槽储的时候 要把分路缩小到0.4以内 然后贴上小隔板 这一种方法的优点就是 不破坏分槽的整体性 但是这一种加槽储的方法 它照皮的实度比较慢 因为在外围 内行风是土辣的主力精 外围的都是修行风老风 照皮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你加在边上的这张槽储 照皮实度慢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 照皮更快的方法呢 有 那我们就第二种加皮方法 加在边二皮 把边皮拉开来 槽储加在边皮的里侧 同样缩小分路到0.4以内 第二种方法 它照皮输入比较快 但是很容易出现急躁完台 那我们加进去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检查一下看是否会出现急躁完台 有急躁完台要及时把它处理掉 当槽储加高三分之一的时候 可以恢复正常的0.8的分路 那这是第二种加皮方法 第三种加皮方法 就直接把槽储插在分槽中心 插在分槽中心 内型分多 蜜辣的公分多 它照皮的熟度最快 那这一种加皮方法 往往就是在大流灭期 我们采取直接插分槽中心的这种方法 大流灭期 密封 扩槽亦万强烈 照皮极其性高 那直接插分槽中心 一两天马上就照好一整张皮了 但是呢 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已经产生分分乐的分清 它不爱照皮 当你往分槽中心插下去 把整个分槽一分为二 一边为五王期 一边为五王期 五王期很快会出现急躁完台 加快分清 产生分分乐 因此 每一种加皮的方法 有每一种加皮方法的特点